朋友们好 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对我们上次的这个实例程序 进行一下优化和改进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比较有意思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PPT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 百度云识别的这个连续云识别 里边的这个噪音滤除 这个这个课呢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往下看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实际目标 了解一下Python科学计算扩展包 NumberPy的这个使用方法 然后了解一下NumberPy处理数字的这个方法 掌握噪音滤除 这个滤除音频本体噪声的这个方法 大概就是说一种简单的方法 不会涉及到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升学算法 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呢掌握进行检测的这个实现方法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一只课这个程序存在的问题 上一只课我们这个虽然是实现了多线程 但是我们这个录音线程是一直在不停的向硬盘写入文件 从一到十从一到十从一到十不停的写写写写 当然喜欢动手的同学也可以改成从一到二十三十四十一百 随便你但是不管这个麦克风是否采移到有效的音频数据 他都一直在往里面写文件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不期望的 这个因为有一些噪音呢 还有一些有时候我们没说话 可能我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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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第二我就喝水去了上洗手间了 还在这录 那么这个录音线程一直傻乎乎的还在这录 这个就很是不智能显得 而且他像硬盘里写文件的话 也是对硬盘寿命也是一个考验 所以他不停的写 这个也不是我们期望的 还第二个就是由于第一点造成的 由于这个录音线程不停的写入文件 导致这个音频堆裂呢 一直有数据 就是那个queen里面 识别线程呢 也是一直被迫的工作 这个呃 对列一直跟他说 我这有数据 你来取取来上场给百度识别 那么这个识别现成也是很苦逼 很多无效的数据呢 他都给传到这个百度云了 然后百度云呢 又调用了这个API 算完之后说你这个音频里边毛都没有 根本不可能给你返回文本数据 你说这个鸟叫一声 这个狗咬一声 你都上场的上去了 这个百度根本也也无法识别 所以呢 这个比较浪费这个API的调用厕所和时间 啊 虽然我们现在这个调用次数是无限次 但是也没必要因为这些噪声去浪费这个 嗯 调用这个API的次数 所以呢 我们就要对这个程序进行一点优化 呃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程序呢 这个没有精英检测机制啊 一条音频时间长度固定 如果无效数据过多的话 也会影响传送效率 呃 因为百度云 他做的是 百度云云 他做的是比较好的 你这个音频里边 呃 无效的这个数据多的话呢 呃 只要不是很影响 他仍然可以保证一定的识别率 但是你这个传输的时候 这个文件长度就变大了 在网络条件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 就像我 像我前一天晚上 这个一时别卡死了那种情况 那么这个是音频数据的无效数据 是非常影响这个传送效率 所以呢 我们要对此进行一些 呃 修改 让这个程序呢 更智能一点 别那么傻乎乎的 一直就是 一直就是采集 采集采集 把所有的这个音频都采集进去了 有用的也采 没用的也去采 好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啊 这个提出问题来 肯定是要解决的 首先呢 我们要加入这个本体噪声的绿除 就是说 只采集人说话的声音 绿除这个环境噪声 当然这里边呢 呃 没有什么声文算法 说这个声音计算一下 到底是人发出来的 还是这个鸟叫啊 还是这个猫叫 啊 这个目前咱们是 不考虑这个事情了 这事情肯定可以做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 不是这个声学处理的这个课程 所以我们不会讲这么深入 那我们一般就是 把这个本体噪声绿除 也就是说 你环境 没有人说话的时候 这环境里面会有一些声音 比如说这个风呼呼的声音 还有这个大街上的汽车的声音 然后透过窗户都会传进来 包括这个呃 室内的这个各种水滴声啊 等等等等 这些 还有这个风扇 包括笔记本本身 在运行的时候 他这个风扇就呼呼响 这个声音我们也都是不采集的 就把这个滤掉 然后呢 加入静音检测 就当没有语音输入的时候呢 呃 录音现场呢 也停止向硬盘写入文件 呃 不光是第一条 第一条的时候是说 我发现这个噪声 呃声音是本体 本体噪声的时候 我就不向这个硬盘写入文件了 那么第二条呢 是说 人说话了 但是说话这个时间呢 没有到达我们 那个呃 PY Audio 他规定的那个 就是Time乘以5嘛 那个时间你可以放大的 没有到达这个时间的时候 那么呃 人说话已经停止了 那么此后的数据 也不再写入硬盘文件了 第二条是说 当这个音频数据有效的时候 那么后面的这个无效的数据 我们也不再往里边写入了 第一条是说 对于这个本体噪声 就是说音频数据 彻底整个都是无效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向硬盘里面写入的啊 这是两个层次 大家要理解一下 呃 经营检测之后呢 这个录音 现成 就检测到这个经营之后 就停止向硬盘写入文件 那么识别现成呢 呃 当把这个对立里边 所有的这个音频文件都识别完之后 他也会停止识别 啊 sorry 这个蹦出来了 呃 这样的话呢 也会减少这个无效的这个API的这个调用次数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们既然会误采集一些音频 那么我们就想办法把我们可能误采集到的东西给它滤掉 然后呢 当静音的时候我们也不再写入文件 呃 我们说一下这个本节课会用的这个NumberPy啊 它是一个Python 呃 科学Python 科学计算的神器 呃 这个扩展包呢 是 C元实现的啊 Python的这个矩矩运算 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呃 算法也在里面 那么由于是C元实现的 所以他的这个运算速度是非常快的 呃 那么网上也流传了一个说法 说这个Python加成这个NumberPy 加成这个汇图库啊 非常著名的汇图库 MetPloatLeave 约等于这个MetLab 因为这个MetLab也是汇图很方便很出名 那么MetLab也是这个呃 解释型语言 然后呢 Python也是 所以他们两个在这些方面呢 非常类似 并且NumberPy中的一些啊 API函数 跟这个MetLab是很相像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等式 但是具体呢 到底效果如何呢 也没有一个特别官方的说明 呃 我个人呢 是这两个都用 但是有的时候呢 因为MetLab一开启太慢了 所以呢 直接就用拍摄 但是呢 并不说这个MetLab就不行了 或者不好了 因为国内我们还是用MetLab的多一些 好 这个NumberPy的就跟大家说一句 具体的介绍呢 大家可以去摆度值 我这里呢 不过多的对这个东西进行介绍 然后使用这个NumberPy 处理这个音频数据 是本节课的这个重点 我们首先要设定一个 本体噪声的这个门线 然后呢 对每一个PyA缓存区内 这个麦克风采样数据进行统计 有多少个超过本体噪音 然后呢 我们要设定这个有效数据的门线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PyA缓存是2000 也就是两K个数据 这两K个数据里边如果 都没有超过这个本体噪声门线 那么这整个一帧数据我们就丢掉 因为它都到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数据 但是如果这里边有有意义的数据 那么我们还要统计它 有多少个超过本体噪音 所以这就我们需要我们设定一个有效数据的门线 这2000个里边如果有超过50个以上的数据 超过了这个本体噪音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里边是有人的说话的 有正常的这个语音输入的 当然如果很不幸你旁边养了个宠物 这个狗叫了一声估计也会超过本体噪音 但是这个我们就不加以区分了 所以呢 我们还设定这个有效数据的这个门线 将超过本体噪声的数据 各数累加与有效数据门线比较 超过则认为是有效数据 没超过 比如说突然这个门框的响了一声 所以这个采集进来的数据可能就是40个有效数据 就是40个数据超过了本体噪音明线 那么这个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干扰数据 所以也是不加考虑的 这样会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本体噪声滤掉了 第二方面是超过本体噪声的数据 持续的时间不够长 我们也把它滤掉 这就是一个实现的这个方法 好 那么在录音时间内呢 连续无效数据超过设定的上线门线的时候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么认为这个用户输入完成 也就是说 一段时间内用户输入了 输入之后呢 后面的这个 Pure Audio还在继续采集 他发现后面的数据都是零 或者都没有超过这个本体噪音之后呢 他认为用户已经输入完成了 这样就提前结束录音 不必等待这个Val循环结束 然后录音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 超过部分要自动计入第二段音频 这个是百度语音识别的要求 他识别的最长时间就是一分钟 你不能搞一个电影 然后把里面的音频取回来 让他把所有的字幕给你识别出来 这个太过分了 所以他最长的长度就是一分钟 然后同学们后退 我要开始演示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呢 我就把我小小代码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然后把这个功能介绍一下 不再一段一段的敲了 这个敲代码实在是太慢了 好 我们从这个开始吧 这个是我之前写的程序 跟我们上一次在Maz学院下面开发的 这个是差不多的 就功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录音和这个调用API的 这个顺序调了一下 不过都是多线程也无所谓了 也都有那个解释器全局所 所以是要弹腾的话是一起弹腾 要不弹腾是一起不弹腾 这边这些 相应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包呢 跟大家也说过了 就是你需要的就往里边导入 不需要的导入了也不要紧 就启动的时候稍慢一点呗 呃 然后呢 这里边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record 这部分的这个噪音滤除 好我们看一下 前面都是一样 这实力化这PureAudio 然后不拉不拉 然后采集数据 采集完了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数据 采集数据这个循环在这个里面 呃 呃 time 是2 然后20就是40 以下采集40个 40再乘以这个numbered samples就是40乘以2000 所以我们这个一次循环是采集40乘以2000个数据 当这个数据采进来之后呢 我们原来的这个操作就是直接啊 放在这个savebuffer里面 就上一次我们这个自己敲的叫mybuffer一样的 放在这个savebuffer里面 那这次的不同了 我们要先把它转化成这个 啊 numbered py的这个数据数据 所以呢 我们在前面也是 呃 导入了这个numbered py 在这里啊 import numbered py as np 就是给他取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叫np 然后这样我们用的时候就不用写 numbered py那么长了 回到这里来 好 这里 然后np.from stream 就是把我们这些啊 采集进来的这个 呃 语言数据 叫audio data string audio data 这给它转化成这个 member py处理的这个数组数据 然后转化这个格式呢 就是data type 指定一个data type 是np.short short是16位的 啊 这边呢 因为我们采集的也是16位的 所以呢 这这边刚好是整个就转化过来 然后呢 嗯 用这个audio data 对它进行引用 也就是说这个指针指向的是 numbered py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临时变量 啊 large sample count 就是大的这个采样点的计数 计数呢 怎么计呢 就是把这个数组加一下 加的时候呢 是只加这个audio data中 大于这个门线 门线值的这个level level就是指我们每次采样的这个 音频数据的这个 呃 可以说是分贝大小 但是这里用的单位不是分贝 那么就指定了一个值经验值 啊 这里我用的是600 就是你大于这个值大于600之后 就是adc16位的adc 可以这样说吧 16位的adc采样值大于600之后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不是一个噪音 然后呢 count limit 就是这个呃 一帧数据里面有多少个大于600的数 就认为是语号数据 我们设定它是50 这两个数大家都可以调 调完之后 这个效果是相差很大的 如果这个门线设置过高的话 你要对着这个mac吼 他才听得到 如果这个门线过低的话 那么一些噪音就跟着进来了 所以呢 这个两个值啊 实验的时候是挺有技巧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呃 之前这个现成呢 这里用的是virtue 那么我这边呢 变成这个self点start flag了 就是用这个button去控制了 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啊 这里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接着来说 呃 我们sum的就是这个 呃 数组相加 np的np np的数组相加 嗯 audiodata里面所有的高于我们 设论门线值的数据 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 这求的是个数 而不是这个数据本身的这个 数据相加 而是求的这个个数 这个sum就是计算一下 这里面有多少个 data值是大于这个 我们设论的level的 然后把这个技术值返回回来 把这个打印一下 打印完了之后呢 如果这个一帧里面的数据 小于我们设论的这个门线 就是50 那就是说这是静音的 我们认为这是静音 所以要设定这个静音开始了 iOS 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说这个 呃 取样值里边的技术 超过了我们的门线 并且大于了我们设论的这个上限值 那我们就要认为它是有效数据 就把它存到这个列表里面 就是savebuffer.apand 把这个数据加进去 然后呢 这里就不是静音了 所以要把这个静音的标记设置为0 然后muteand呢 设置为1 这样一帧就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cont加1 跟之前是一样的 然后如果muteand 减去mutebegin大于9 也就是说 你这个mutebegin 和muteand的相差值大于9之后 我们就认为中间留白的地方 也就是说中间静音的地方 这个地方 太多了 我们就认为这个用户输入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 把这两个值 复位一下 如果这个值 小于9 那也就是说中间这个留白还不够长的话 并且 mutebegin标志被标记了 也就是说我们统计到这个地方已经是 这一帧数据里面已经少于50个有效数据了 我们就把这个静音开始置位 静音开始置位之后呢 这个静音结束 这个就不停的加 所以你后边如果一直是静音的话 它就这边一直是置一的 置一这边一直就加 如果它 大于9的话 就说明静音时间太长了 循环9次 它都是一直是静音的 我们就认为它一直是静音 然后就break掉了 break的 break掉的是哪个循环呢 是这个 while count小于 self的time乘20 这个循环是一直在彩集声音的 如果它一直是静音数据的话 我们就不再采集了 直接break掉了 好 这个地方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这里就把这个噪音门线的判别 和这个静音检测 通通都做完了 这两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是这个 跟我们上一节一样的 这个存储文件 有效数据就存储 所以这有个save savebuffer 如果这个savebuffer里边 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文件是不存的 所以就不像硬盘里边写 这些操作完了之后 把这个savebuffer再指向一个空的列表 累死我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按键控制这个录音开始和结束 那么这是曹函数实现 这蛮简单的 这个曹函数 那么如果这个 对我把这边的这个地方注销掉了 注释掉了 把这一部分呢 复制过来 复制到这个曹函数里边 如果这个threading flag等于零 就是说 我没有开启这个县程 然后我就设置 那么我这个县程标记已经开始了 然后呢 开启这个录音县程 然后把这个标记置位 然后第二个按钮 就是他下边这个 下边这个说 当这个按钮按下的时候 如果 录音县程已经开启了 那我就把它关闭掉 然后把这些标记变量再重新归零 这个地方也不是很绕 然后大家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效果 怎么没有人理我呢 OK 启动了 然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stating well webuzz TTS 这个webuzz TTS呢 在这里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Use Cloud 这里面没有多余的操作 所以呢 跟我们之前那是一样的 然后呢 你发现我现在怎么说 它也不返回 因为这个录音县程没有开始 所以我们点一下开始识别 这里边写错了 应该是开始录音和停止录音 因为识别是一直在进行的 好 啊 百度语音识别 看下面这个计数 当我不说话的时候 这个技术是零的 当我说话的时候 这个下面技术变了 你看这是有效数据 如果我一直不说话 这下面这个技术都是零 那么这个文件是不存储的 OK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file not saved 所以呢这边说的都是有效的数据 并且也不会有多余的数据 传到百度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的 这个噪音滤除和经营检测技术 也挺有意思的 好我们现在点停止识别 OK这个record view 这个现成就finish了 那么因为它在finish之前 已经把这个云数据写到对的里面 所以这个识别现成呢 把最后一个数据也贴了上来 那么这个错误率是有一些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对的 我们看到 所以别对这个免费的东西太奢求 因为人家是不收钱的 所以也别对人家太苛刻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使用那么py出了音频数据 造人滤除 然后呢万恶的客户练习 今天的客户练习是理解本课内 噪音滤除经营检测的这个方法 估计有些同学可能理解起来会有一个困难 不过原代码 大家看几遍应该就能懂了 然后有条件的同学呢 就是我说之前买了硬件的同学 把这个程序移植到说明派或者箱箱派中 体验一下python这个快平台 它在这个开源的嵌入式Linux系统中 依然可以运行并且效果跟PC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 所以大家回去试一试吧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